有網易所開發的核崩 RPG 陰陽師 Omiyue 可以說是目前在中國最火紅的作品 如今遊戲也終於在台灣正式推出 只是當玩家一進入到遊戲當中 會不會對複雜的世神和養成系統感到不知所措呢 今天的攻略報報 就要帶新手玩家們一起踏入陰陽師的世界 學習正確的概念和技巧喔 首先新手玩家們最頭痛的 想必就是該怎麼樣配置隊伍了 由於戰鬥中玩家施展技能都必須依賴鬼火 所以在初期的配置 角色的搭配盡量以不浪費鬼火為主 再者由於初期並沒有太多的資源去召喚世神 所以建議先以初始贈送的雪女 以及三尾狐當作主力 他們一個有強大的AE控場技 一個有強大的單體技能 再搭配上一個治療型或防禦型的角色 對上初期所遭遇的敵人 應該都能夠輕鬆的擊倒 等到到了高等級之後 再因應關卡BOSS調整專用的陣容就可以囉 另外雖然世神一樣也有SR SSR之類的卡片等級之分 但這並不表示低階級的卡就一定比較弱喔 在遊戲中比起卡片的等級 技能的搭配其實更為重要 像是補打一體的銀草 強勢的初期式神三尾狐 可以造成大量AE傷害的合同 這些卡片雖然都不是最強的SSR 但在適當的搭配之下 都能夠發揮出比SSR更好的效果 所以可別無腦的將SSR塞入隊伍 多思考一下技能組成才是王道喔 知道該如何搭配世神之後 接著應該怎麼樣養成自己的隊伍呢 遊戲當中世神的主要強化手段有三種 分別是訓練 覺醒以及御魂 訓練就是其他遊戲當中常見的強化 藉由吃掉其他不需要的世神 來提高自己的等級 但由於效率不佳 所以除非是要吃掉相同的世神來提高技能等級 否則後期並不建議使用訓練 而第二種方式則是覺醒 有點類似其他遊戲的進化 覺醒需要特殊的覺醒材料 而一旦覺醒 角色就會增加新的造型和技能 在初期沒有強力角色的話 建議可以把第一次贈送的覺醒材料 交給唯一的SR卡片雪女 讓她學會保命用的護盾技能喔 最後一種最重要的 就是名為御魂的強化手段 御魂在本作中就等於是世神們的裝備 按照部位的不同 玩家最多可以裝備六個御魂在他們身上 而且除了常見的素質加成之外 御魂還提供了兩件或是四件的套裝效果 像是輪入道可以提供世神額外的回合 迫世可以提供玩家額外的暴擊 和大量的攻擊加成 如果能夠將這兩種御魂裝在三尾狐身上 再搭配陰陽師本人的技能組合的話 就算是初期世神 也能夠發揮出非常強悍的戰鬥力喔 除了用這些方式來強化世神之外 玩家也可以透過完成任務 來取得陰陽師技能的獎勵 由於陰陽師技能只能夠透過這些獎勵來提升 所以有時候根據取得的技能來調整隊伍 也是有必要的喔 而最後當然就是要了解 該去哪裡尋找讓自己變強的材料啦 首先缺經驗和世神的玩家 除了主線劇情之外 還可以利用探索和挑戰這兩種關卡 探索能夠再次挑戰已經通過的關卡 再次突破之後可以獲得不少的經驗值 還有機會開出那一關的 世神挑戰關卡 這些挑戰關卡有機會讓玩家取得世神的碎片 藉此在世神路上召喚他們 而缺御魂的玩家 則可以前往挑戰御魂關卡 這個關卡會每日切換掉落的御魂 你會根據自己的戰力 挑選適合的等級來收集御魂 至於缺覺醒材料的玩家 就去挑戰覺醒關卡吧 只要挑選正確的屬性 就有機會在過關之後獲得該屬性的覺醒材料 而且御魂和覺醒關卡都能夠組隊之後再來挑戰 不只是難度降低 掉寶機率也會提高 所以有空的話 最後還是找些朋友一起加入吧 除此之外 遊戲內還有關於PVP和各種牌組等豐富的內容 這些就等各位新手玩家與世神們一同冒險 成長成優秀的陰陽師之後 再去挖掘更多遊戲中的樂趣囉